哈喽大家好,我是吃泡面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世界爆发未知病毒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便席卷全球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的故事 传染病 故事的一开始 一辆伐木车缓缓驶进幽暗的树林 随着树木的倒下 几只蝙蝠飞了出来 其中一只吃起了树上那开始腐烂的香蕉 随后飞进了不远处的猪圈 倒吊在上面睡起了觉 排出的排泄物刚好掉进猪圈 被小猪误食 第二天 这只小猪被带走 下一秒就被送到香港 即将成为香港厨师手中的一道美食 因为听到有人找自己合照 厨师将斩满猪血的手 在围裙上随便插了下 就和一个外国女人握手拍起了照片 时间来到第二天 眼前这位打着电话的女人大漂亮 正是昨天和厨师握手的那个人 一切的一切也从她开始 来到香港出差的她 正在机场等待自己的航班起飞 打完电话后 将信用卡递给服务员买单 准备登机 江港九龙 长发哥满头大汉 状态十分不对劲 从公交转地铁 又在大街上走了一阵 终于到家了 面对女友齐柳海的关心 她表示自己只是太累了 英国伦敦 模特妹也是满头大汉 眼神涣散 状态不佳的她 今天不想工作 直接打了个低事就回酒店了 没过多久 保洁员叫来了酒店经理 映入眼帘的 是一双看上去发霉一样的脚 而死者正是模特妹 一个眼镜叔 十分虚弱地坐在飞机座位上 结果空姐手中的水杯喝了一口 满头大汗的她 站在日本东京的公交车上 随后瘫软了下去 中国香港的长发哥 盘山地走进电梯 走过人满为患的菜市场 最终因为神志不清 而走到大马路上出了车祸 才一天的时间 第一批不知不觉中 就被感染的人开始死去 时间来到第三天 本篇的男主马特 接到老师电话 来接发烧的儿子 马特以为 可能是刚出差回来的妻子 把感冒传给他了 而他的妻子 正是最初的传染源大漂亮 此时的他已经十分虚弱了 这已经是他被感染的第四天 躺在地上的他 痛苦地抽搐着 口吐白沫 马特赶紧将大漂亮送到医院急诊 可尽管医生努力抢救 依然没能挽救大漂亮的生命 得知消息后的马特难以接受 毕竟刚刚他都还在家的 只不过是感冒而已 怎么就死了呢 医生告诉他 具体死因还需要等验尸官那边的消息 回去的路上 保姆打来电话 儿子突发疾病 等马特赶回去的时候 儿子已经口吐白沫 去世了 时间来到第五天 齐刘海抱着男友长发哥的骨灰盒 回老家 等车到站的时候 齐刘海口吐白沫的尸体被人发现 香港方面很快开始展开防疫工作 毕竟他们曾有过抗击非典的经验 时间来到第六天 形色匆匆的肉丝姐来到疾控中心 和一群人开始讨论此次病毒的来源 以及传播途径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猜测 肉丝姐则表示 还是要先弄清楚 每个发病的人会传染给多少人 面对对方的质疑 她说几个国家送来的血氧 已经送往疾控中心了 这短72小时就可以查出病毒信息 与此同时 作为一名直接接触过死者的马特 已经被隔离了起来 时间来到第七天 疾控中心的大黑哥得知 通过目前上报的数据显示 所有的死者都是在癫痫状态下死去的 有人认为 可能是某些不法分子 利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 来制造生化危机 并宣布 所有学校立刻采取停课措施 另一边 肉丝姐来到大漂亮的公司 调查公司人员是否和她有过接触 一番询问过后 肉丝姐断定 这些人应该没什么风险 但刚好外出的职员估计就有点悬了 因为她曾去机场接过大漂亮 尽管肉丝姐立刻电话告诉她 不要接触任何人 立刻下公交车 但当她赶到的时候 职员早已一命呜呼了 疾控中心这边 实验人员正在分析结果 大屏幕上的宽面条色的图案 是病毒的各个结构 反正我是看不懂 通过两人的交谈可以得知 这种病毒 有可能是病猪和病蝙蝠交叉感染后 产生的变异病毒 更可怕的是 病毒正在不断的自我升级 大黑哥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并宣布严禁任何人继续研究这种病毒 万一被带出实验室 可就惨了 时间来到第八天 通过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得知 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 大黑哥也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公众告知这种新病毒的可怕性 与此同时 疾控中心的短发姐 也被派往香港进行调查 戴上口罩 开始去往一些疫情发生的地点 试图找出里面的关联点 虽然时间才短短的八天 但全球已知的死亡人数 已经接近9万 而且这个数字 还会以2的基数持续上升 只需要两天的时间 地图上标注的这些地方将会沦陷 大黑哥遗憾地表示 经过各种实验 目前仍未找到攻克病毒的方法 然而 就算是已经如此严重 依然还有人不注意自我防范 咳嗽过后 还是该干嘛干嘛 白发叔是一名病毒学方面的资深博士 接到通知 要销毁之前送来的渲扬 眼看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他决定支走同事后 偷偷开始研究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白发叔成功地将病毒分析了出来 并将结果传给了大黑哥 时间来到第12天 已经有800万人死于此次疫情 而疫苗就算被研究出来 还需要进行临床试验 所以最快也得几个月 另一边 隔离市里的马特 从肉丝解纳得知 自己天生拥有抗体 这些日子来也并未出现病症 所以可以离开了 回家后的他立刻将自己和女儿自行隔离了起来 就算是女儿的小男友来找他 也被拒之门外 毕竟这个时候 保命要紧 另一边 正在香港调查源头的短发界 正在观看长发男工作的赌场视频 发现大漂亮曾经来过这儿 而旁边坐着的 正是日本的那名眼镜叔 因而他断定 病毒的源头应该就来自于这里 遭到了相关领导的嗤之以鼻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时间来到第14天 多日来一直在为疫情奔波的肉丝姐 身体开始感到不适了 她赶紧打电话给酒店 要求提供24小时内 所有给自己这间房服务过的人员的联系方式 得知此事后的大黑哥面色凝重 这病毒一旦感染 可是会致死的 肉丝姐的被感染 意味着她很可能会眼睁睁失去一名同事 短发姐继续查看监控 发现大漂亮当初和模特妹也有过接触 而服务员长发哥在大漂亮离开后 接触过她喝酒的杯子 总上所述 大漂亮极有可能就是此次疫情的源头 她要立刻回国上报 然而小眼哥却在中途绑走了她 原来网上正在盛传 美国和法国已经在秘密生产解药 小眼哥的村庄死得只剩下这么些人 还要将短发姐软禁在这里 来换取优先使用解药的机会 画面来到一个由体育馆改造成的临时隔离所 肉丝姐已经病得很严重 大黑哥正在试图帮肉丝姐联系飞机送她回家 但遭到军方的拒绝 而且军方还表示 刚收到内部消息 即将关闭各个机场 甚至丰州 现在还不能声张 否则各地都将出现动乱 回去后 大黑哥赶紧通知妻子 赶紧去超市囤货 并尽快来到自己身边 而这通电话 却被大黑哥身后的清洁工听到 虽然大黑哥一再嘱咐保密 但妻子还是通知了闺蜜 与此同时 一个网红博主假装自己高烧布纸 并对着摄像头服用连桥 一时之间 连桥可以抵御病毒的消息 传遍了大街小巷 药店里的连桥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那些没抢到的人 开始发了疯般的打杂抢烧起来 不仅药店 因为人们的恐慌 所有的商店超市通通都难以幸免 超市中早已空无一人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抢东西 马特带着女儿原本也想去囤点食物 却被一个咳嗽不止的女人拦住 他赶紧让女儿不要碰任何东西 脱掉手套后 抹上免洗洗手液消毒 走的时候 外面的一伙人正在抢一辆货车 马特赶紧闪身逃走 大街上 那名博主正穿着防护服 在杂乱不堪的街道上 四处派发传单 声称疾控中心说谎 并早已跟药厂合作 用连桥做解药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认真负责的肉丝姐 最终被病毒夺去了生命 无数遗体被草草掩埋 甚至连果实袋都开始不够用了 为了辟谣 大黑哥来到电视台 宣布现在还没有解药问世 让大家不要相信坊间的那些谣言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跟人接触 不要接触病患碰过的东西 可和节目视频连接的博主 却对这番话嗤之以鼻 依然坚称 大黑哥在说谎 还说现在之所以 一直不公布真正的死亡人数 是因为按照这种死亡率 三个月内 人类就会消失大半 时间来到第21天 大黑哥得到消息 病毒进入了非洲艾滋病人中 而且再次发生了变异 死亡率一度高达30% 距离疫情爆发 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整座城市静悄悄的 甚是可怕 因为封城时间已久 大家只能靠领取救灾物资过活 可因为物资有限 那些没领到物资的人们 开始抢夺其他人的东西 甚至发生暴乱 开始抢夺运输物资的卡车 但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晚上马特甚至看到 有火人持枪 闯进了对面邻居的家 时间来到第29天 马特去邻居家查看情况 发现家里根本没人 顺便也洗涤猎枪一把 至少可以防身了 实验室那边 第一批出成品疫苗 终于出来了 金发姐是此次疫苗研制的重要人员 为了尽快的得到结论 她毅然决然的拿自己做起了实验 将疫苗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 来到病重的父亲床前 摘下口罩 表示自己也要做一个伟大的人 看到女儿如此冒险 老父亲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画面一转 因为有了金发姐的努力 这批出现成效的疫苗 终于开始大规模生产 但大量面试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要想满足全世界人民的使用量 至少也得需要一年时间 此时距离疫情爆发 已经过去了131天 大黑哥的老婆一脸恐慌 原来是几名劫匪闯进了家里 想要抢走疫苗 然而家中确实没有疫苗 匆匆回家的大黑哥表示 明天就可以给老婆注射疫苗了 另一边 网红博主又要联合药商开始作妖了 尽管药商想要停止这种赚黑心钱的想法 但想钱想疯了的他依然坚信 凭借自己的影响力 一定可以让人们拒绝注射疫苗 然后继续大把捞钱 然而他并没有想到 药商早就从凉了 身上还带着窃听器 就这样 这名黑心博主终于被逮捕 第133天的时候 因为疫苗有限 官方宣布只能用摇号的方式来注射 一直等到第144天 马特的女儿都没能等到自己的好 而香港那边 被软禁起来的短发姐 成为了这里的志愿老师 小眼哥也终于靠这种手段 换来了100份疫苗 在短发姐身上测试过 确实没反应后 终于将他放下了车 殊不知 这批所谓的疫苗 只不过是安慰剂而已 这种绑架案太多了 他们也只能出此下策 善良的短发姐 赶紧打电话通知小眼哥那边 大黑哥终于领到了自己的疫苗 但他选择将疫苗 让给了清洁工的儿子 不过没过多久 他也和妻子成功注射到了疫苗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世界各地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疫苗 这场可怕的病毒灾难 在人们的努力下 也终于得到了控制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有着很多明星脸的灾难电影 但总觉得格局扑得太大 导致结构有些凌乱松散 而不严谨 灾难面前 人性百态 有投机倒把的 有鞠躬尽瘁的 有利用权力汇集亲友的 有不顾后果绑架勒索的 也有失去亲人 无人问津的 可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面对死亡的恐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泡面 咱们下期再见